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佛福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今天和大家介紹的療劑 是白麗爐 Varatrum Album 白麗爐 英文名叫White Hellebore 白麗爐通常適合幾類的人 幾類的體質 第一就是很小的小孩子 或者年紀大的人 即是兩極端的 很年輕和比較年紀大的 這兩極端的人 第二類是比較需要一些瘦的 容易生氣的 或者是比較憂鬱型的人 第三類是年輕的人 或者是女性 通常很熱性 即性情比較熱性 或者比較有些緊張神經性熱情的脾氣 脾氣的人 脾性的人 所以通常那些人 是經常很寒冷的 身體缺乏那些 我叫做生命力 即是那個反應 即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所謂的 叫做生命力 這類的人 第五類 是通常那些人 比較開心 性情比較好開心的人 第六個人 就是很容易生氣 脾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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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很容易生氣 就是很容易生氣 第七類 第七類是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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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七類的人 好了 百麗爐可以這樣說 第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一種 救急用的 脫水的療劑 那它脫水 很可能是因為中暑 或者是熱暑 或者是太陽曬到它 過度流汗出現的脫水 或者很可能是嬰兒子 因為肚射都很嚴重 出現這個症狀 那也可以在一些 霍亂的療劑 大家霍亂的時候 通常那個主要的症狀 就是那個 水汪汪的糞便 是蛤到那個人 差不多是脫水的 很嚴重的脫水的 通常呢 這類的人 就是 會喜歡吃冰凍的飲品 好似鱗那樣 喜歡吃冰凍的飲品 還有呢 它一個很主要的症狀 就是出 飆軟寒 尤其是前壓那裏飆軟寒 好了 這個療劑 也可以說 醫治很多精神病的療劑 來的 OK 那個病者呢 就可能很多的幻覺 幻想自己是聖母馬里亞 幻想他是耶穌 可能在一個街道 在一個公園那裡 他不斷地來到 來到 說教啊 報道啊 這樣 那他 有一個幻覺呢 他自己呢 是上帝有一個使命給他的 可以說很多是 宗教的狂妄 這個症狀 或者呢 他 感覺到呢 是自己呢 是有 懷了人 這種這樣的 的幻覺 那 在幻覺 就是 八狂那個狂的時候呢 他們呢 就會 撕爛了些東西 筆緊緊切爛了些東西 甚至乎呢 會自己吃自己的糞便 把那些糞便 黏在牆上那裏 那樣的 很明顯 這些是我們會在精神病院那些 那些病人呢 是會見到這些這樣的現象 這些這樣的行為的 好了 那另外一個情況呢 就是 處理一些人 那個血壓很低的 因為那個 血的流失得厲害 那差不多進入那個 那個 那個 血量不足 出現的 的休克 那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另外一個療劑呢 就是那個 那個植物碳 那 但是 都是有這個症狀 那個額頭呢 很飆冷汗 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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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 崩潰的症狀 那如果你試過植物碳呢 是幫不了 那你就 立刻可以 考慮這個 白麗爐 那白麗爐呢 也都喜歡吃 那些 有些 水果 那些 美神熟的水果 還有飲冰 冰凳的飲料 那 雪糕 那 那跟鱗這方面呢 是好相似的 那可以 那 白麗爐呢 其實是 姓明的经历就是当时用来医治霍联的病,有一个流行性的霍联病 当时发觉拿破仑在打仗系,在苏联攻打时,那些士兵出现了霍联的问题 哈尼曼得到这个资料,也听从当时士兵的霍联病征 特建议了三种主要的疗剂,这三种疗剂是什么疗剂呢? 伯黎鲁、铁勒库普林、章劳库普林 他当时建议根据不同症状,可以使用这三种疗剂其中一种 他当时是帮了法国拿破仑的士兵,因此而拿了一些奖 好了,再看看白黎鲁的主要关键症状,是哪里呢? 第一,就是那个起因,通常病因都可能因为是一种惊吓,受伤,悲哀 或者可能是浸身,或者是身体体液流失,中暑,高温 脱水,霍乱出现的,这是很多时候病的原因 他总是喝冰冻水,很怕热,很怕太阳曬,所以有时候呢? 就因为太阳过度曬鼠热,流汗过度是出现体液不足,和出现脱水 还有一个情况,你会看到他们会出现很多污言慰语,会大拗大闹 叫一些人就要参悔了,这个世界就快末日了 人有很多罪,很多罪行,上帝会惩罚我们 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宗教性的狂热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患者突然间感觉自己可能怀了人 这个世界就是会被火烧了,就快去毁灭了 他也会被火烧了,还有看到人就是追问一些人,吃了一些分辨 说话就是不断的糟糕不绝,说的那些题目就是走来走去 在房间里崩跑,大声号叫,这些这样的 或者另外一个情况,他就会很失落,很失望 坐在墙边在那里哭,又不多出声,或者可能会觉得厌倦,想自杀 这两个极端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就是那些年轻女性 在青春期的时候出现惊痛,吐射,吐,她很苍白,唇都白了 每个人都没有穿着,因为觉得厌倦 空下,你会有黄套的感觉,最重要是 dieser种飘难汗 在旌旗来讲的时候可能有夜晚的灯狱,这个是年轻女性在青春期出现那些这样的情况 另外一個是頭痛,很激烈的頭痛 人們很冰凍,吐黃膽水 人們很虛弱,耳鳴,血液衝到頭上 最重要是頭部覺得很冰凍,好像冰包著 另外一個情況是四肢痛,怕熱,經常要動動,走來走去 很冰冷的感覺,額頭有很多冷汗 跟脫水有很大關係 還有一個情況是他們出現色情的抗議 可能會露體,不怕醜 這些色情的抗議 還有一個情況是四肢冰凍 在醫學上有一種病叫做雷諾氏病 通常四肢冰凍 但冰凍得來,人們都覺得很冰凍 但在冰凍的環境,他還很喜歡喝冰凍的食物 吃一些未熟的水果和喝冰水 還有一個頭痛的時候,他就出飆冷汗 很冰凍,很冰凍的 所以這個療劑通常最重要的情況 就是他會怕冷,冰冷汗 在他一般的症狀之下,就會出現這些主要關鍵的症狀 這個就是白泥露 袁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嗎?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鎖電街、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這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拜拜! 拜拜!